毒淀粉事件连环报 一般民众是忧心忡忡 台湾的食品安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引发讨论 今天卫生促进会公布数据 指出台湾公卫部门的预算 相较于医疗部门有明显差距 人力财力不足 无法有效防范食安危机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更指出 根本问题在财税政策 从粉圆寓言甚至到布丁 毒淀粉事件连环报 台湾食品安全事件全出不穷 数据显示民众食品中毒事件 从2000年的200件 到2011年暴增到400件 台湾民众是忧心忡忡 之前我常吃了真的就有下架 还蛮有一点害怕 希望他能够从源头就能够把关 因为你到说真的很多 很多卖的人他可能不知道 他自己本身也用到这个东西 政府应该就是要执法要严一点吧 卫生促进会公布统计资料 各县市的稽查力度持续下降 2000年稽查3万多家 到2011年仅剩1万多家 11年内下降超过5成 招机查厂商的不合格率者 逐年攀升 从2000年的10%左右 到2011年激增到45%上下 台湾的医疗保健支出的分配 严重的措置 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医疗部门 预防部门的人力跟资源 相对医疗部门就好像诸如跟巨人一样 卫生署将90%以上的经费用在医疗支出 工卫部门却不到5% 卫生处金会指出 经费分配不均 导致台湾许安危机 不过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 有不同的看法 跟其他国家做比较 2008年各国国民食品卫生经费分配额 台湾国民每人只有三四元台币 是英国美国的五分之一 目前政府严厘全力食品安全基金 不过杨志良并不看好 我们在政府根本拿不出钱出来 而且大家知道我们明年度的预算 所有部位全部要砍百分之八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要恐固住台湾的食品品质 政府部门的因应政策 持续受到检验 新唐亚太电视 国营塔张云霆 台湾台北报道